欢迎来到Travel with Sport频道 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有关旅游信息和景点的微型学习视频 鸡排是新加坡很受欢迎的当地菜肴 多年来一直受到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 这道菜通常包括烤或炸鸡胸肉 配以炸薯条、凉拌卷心菜和各种酱汁 鸡排的主要成分之一是鸡胸肉 通常用各种香料和香草调味 使其具有独特的风味 然后将鸡肉烤或炸 直到它煮熟并在外面酥脆 这道菜的一些变体还可能包括用番茄 蘑菇或黑胡椒制成的酱汁以增加风味 与鸡排搭配的炸薯条通常用盐和胡椒调味 可以原味食用 也可以搭配番茄酱食用 凉拌卷心菜通常由切碎的卷心菜 胡萝卜和其他蔬菜制成 并与奶油调料混合 使其略带甜味和浓郁的味道 鸡排最好的地方之一是可以用来增加菜肴风味的各种酱汁 一些流行的酱汁选择包括黑胡椒 蘑菇 棕色肉汁 甚至辣辣椒酱 这些酱汁可以倒在鸡排上或用作炸薯条的蘸酱 鸡排是一道多才多艺的菜肴 既可以作为一顿简单快捷的午餐 也可以作为一顿丰盛的晚餐 对于那些正在寻找富含蛋白质和低脂肪的馅料的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常见于新加坡各地的许多小贩中心和美食广场 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享用 总而言之 鸡排是一道美味可口的菜肴 已成为新加坡当地美食的主食 其简单而美味的配料以及多种多样的酱汁选择 使其成为当地人和游客的热门选择 如果您想尝试新的美味 鸡排绝对值得意识